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8日星期一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拿大出现第一个疫苗不良反应 因隐私卫生部拒绝公开 根据Global and Mills报道 截至到周日下午 加拿大各地一共爆出了 四种变种病毒的确证 沃代华公共卫生局表示 感染者最近从英国旅行回来 目前正在自我隔离 他也成为加拿大境内 第三名新病毒感染者 第四例发生在BC省 该名感染者于2020年12月15日 从英国乘坐加航AC855航班 返回了BC省 该感染者在隔离时出现症状 随后在19日确认感染 面对变种病毒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新变种是否会充分改变磁土蛋白 以阻止目前疫苗的功效 目前疫苗生产商辉瑞和Moderna 均表示有信心 这一变化不会影响免疫反应 而在12月24日 加拿大报道了第一宗 疫苗不良反应事件 曼尼托巴省公共卫生官员说 周三有490多人 接受了第一剂辉瑞疫苗 其中有一个人发生不良反应 不过曼省卫生厅 没有透露该宗不良反应的详细情况 Global News经文网 向曼省查询 关于更多不良反应的详情 结果 卫生厅应可能影响个人隐私 拒绝透露更多情况 该卫生厅回复道 免疫接种后的不良事件 是指疫苗接种后 发生的任何不良医学现象 不一定与疫苗或免疫过程 有因果关系 有关不良反应事件的 个人健康详情 可能影响个人隐私 所以不能公开 此前 加拿大卫生部建议 对辉瑞和Moderna疫苗中 列出的任何成分 有过敏反应的人 不要接种 加拿大卫生部曾经发表声明 疫苗大多数副作用 预计是轻微的 并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41死 华人为养老院上街抗疫 死也要有尊严 据CBC报道 释迦堡一间长期护理中心 横幅护理院 截止12月27日 院内的死亡住户已达41人 这间护理院以华裔老人为主 目前护理院 由北约克全科医院临时接管 院方表示 现有116位住户 和77位工作人员 确诊新冠病毒 该护理院 位于Victoria Park和麦克尼克附近 自12月初爆发疫情 而在今年初 那里已经有过两次疫情 12月27日的下午 在横幅护理院的门前 举行了一场多名华人参与的抗议 抗议者Glory说 现在每一秒都很重要 我们正在寻求基本的护理 食物 水 因为我们是长辈 是弱者 所以要放弃我们吗 我们都会死 但我们要有尊严地死 Glory的88岁母亲 住在释迦堡横幅护理院 并在圣诞节当天 新冠测试为阳性 更令人沮丧的是 该延老院 现在有41名居民 因新冠死亡 至少有128名居民受到感染 而69名测试呈阳性的工作人员 正在隔离 Tiffany Penn的母亲 Jenny Penn 是该养老院的居民 并患有晚期阿兹海默症 12月13日 Jenny测试呈阳性 Tiffany说 她一直是一个非常活跃 和时尚的女士 所以对她来说 让她搬到养老院 对我来说真的很困难 而且我是唯一的孩子 这真的很难 最初 Jenny的家人被告知 其母亲没有症状 但周六下午 Jenny表示 他们已经一周 没有收到任何信息更新了 Tiffany的丈夫 Steve说 没有关于居民生活状况的新信息 没人告知他们 是否被照顾了 所有这些信息都没有 这是个问题 他们需要获得更多帮助 在圣诞节前夕 Jessica Wang 得知她82岁的祖母 测试呈阳性 她在周六 通过视频通话 与祖母取得了联系 祖母告诉我们 她不舒服 她无法说出自己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她精神萎靡 她一直不停地用手 敲击着其中一堵墙 而手也因为敲击 变得瘀情 一些家庭说 在过去的两周中 营老院内病例迅速增加 他们希望看到 更多医疗队 或军事援助介入 那里的工作人员是不够的 没有人照顾感染的居民 他们呼吸困难 进食困难 北约克全科医院院长 波波维奇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院正在努力支持 横幅护理院 解决目前的疫情 由医生 护士和专业人士 组成的团队 已经在加强患者护理 提供感染防控 监测协助 上周 安省长期护理厅 对横幅护理院进行的检查发现 院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不合格 北约克全科医院表示 目前正在尽一切努力 将新冠检测 呈阳性的住户与未患病的人分离 清洁和环境工人 已经对护理院进行了深度清洁 同时 管理层正在为家属们提供及时的信息 横幅护理院的行政总裁 Francis在一份声明中说 当周围的社区病例发生率很高时 很难缓解新冠疫情 横幅受到病毒的严重打击 大量员工被感染 并被迫隔离 我们的团队 将与北约克总医院提供的医师 临床医生和感染控制专家合作 尽快清除我们护理院内的病毒 同时 减轻目前工作人员 在照顾住户方面的压力 我们对住户和其家人的责任是最重要的 加拿大好心人 挨家挨户送钱 匿名送出10万 就在很多人都怀疑 圣诞老人在2020年的疫情下 是否还能给大家送出礼物的时候 在平安夜12月24日 加拿大爱德蒙顿400户家庭 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圣诞礼物 这400户家庭的门前台阶上 都发现了一个标友 神秘圣诞老人的信封 里面是一首诗 和一张250家园的 沃尔玛超市礼品卡 250元虽然看似不多 但对于经济窘迫的家庭来说 就不一样了 丽莎塔南特 是其中一个收到这份礼物的人 塔南特感动哭了 她说 没想到有人真的会这样做 这真是令人非常暖心和感动 那天 她带着这250元购物卡 去超市购买圣诞食物 让孩子们过了个好圣诞 塔南特说 这份礼物对于他们来说 可以购买一个月的食品杂货 除了塔南特 Nosglanora社区 与附近的镇屋居民区的每个台阶上 都悄悄放置了一个白色信封 许多居民报告说 收到了同样的匿名礼物 有些人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了惊讶和喜悦 这个神秘的圣诞老人 送出了整整十万家园 但她并不知道 哪些家庭真的需要钱 因此 除了250家园购物卡 她还附有一封信 上面有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 对收到礼物 但可能不需要的人 做了一些指示 不需要吗 请传递给其他人 这是希望的延续方式 住在埃德蒙顿 Alberta Avenue社区的Christina 也收到了这份神秘礼物 但她说 丈夫的收入 让家人过得很好 所以她按照信中的指示 传递爱心接力吧 CBC News在得知这个事情后 根据所附信件底部的 电子邮件 发出信息 向好信人致敬 在回复邮件中 这位秘密的好信人说 他们已经送出了 400张礼品卡 主要在埃德蒙顿西区 和Alberta大街附近 但是 她要求保持匿名 邮件中 这个神秘圣诞老人写道 我之所以决定这样做 是因为我知道 很多人度过了艰难的一年 而且我有能力提供帮助 我希望这份礼物 能够为人们 带来一种世界 是美好的感觉 美好的未来 不久将会到来 这样美好的事情 总是会发生在 加拿大充满善良的国家里 希望一切 如这位神秘圣诞老人所说 美好的未来 即将到来 好的 以上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 调给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请在来 请来 请 再迎订阅 这个 我们下期再见 最下期再见 这是 疏 这 这 中国